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喵小千 啊 這麼暱稱 在影片中正式啟用啦 雖然在內下面用很久了 但是 原來怪害羞的 上一集有提到馬雷提斯湖 從過去到現在的 定理狀況的改變 還沒有看過的話 可以點右上角 資訊卡去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還要 在這個區域一段時間 想接著來說一下 這附近的人類活動 這湖的周圍遺留下來不少 葡島的廢墟 大多還沒有開挖 初步判斷很多都是 製作裝葡萄酒的 雙兒瓶的工廠 還有堆放工廠 廢棄物的垃圾堆 這結果讓考古學家們 蠻驚訝的 因為原本認為 埃及這邊的黏土 並不適合拿來做這樣的容器 目前已知道的其中最大的一個窯 大概長12米 內部可同時 燒至上百個葡萄酒雙兒瓶 這個產業大概是在 托勒密時代 也就是 我們巴雷克現在的這個時代 開始的 而且一直延續了將近一千年 除了酒瓶之外 這裡也要產出葡萄酒 而且透過亞歷山道港出口到羅馬 當時的歷史學家 斯特拉伯 就對這邊的葡萄酒暫不絕口 根據出土的葡萄酒壓榨機判斷 當時的葡萄酒是這樣做的 首先一個踩踏的區域 把葡萄酒踩成枝 這些枝必須透過一個 石灰石或者大理石製成的濕頭 流入發酵桶 這些桶非常的大 可以容納1982-4984公升的葡萄汁 那為什麼會是這麼奇怪的數字 因為我查到的資料 它原本是英制單位 換成公制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這是希臘時代啊 最大的發酵桶 裝好之後放個幾天發酵 然後直接倒入雙耳瓶中 這些雙耳瓶沒有完全密封 而是在頸部有鑽一個小洞 避免九二次發酵 維持良好的風味 當時做這行的都非常有錢 還有巨大的莊園、似的浴室、大理石板做成的牆壁等等 奢華的設備 是連在這發展的亞歷山大有錢人 都沒有辦法達到的水準 跟這和光鮮亮麗的產業相比 湖上還有另外一群人 或許可以說是窮 又或者說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們就是住在湖上的漁民 上一集說過這個湖非常的大 尼羅河、湖、海都連在一塊了 一些漁民就不上岸了 乾脆在湖上搭起一些木杖板、小屋、養魚、捕魚的設施 然後就住在上面 這就像我們之前遇到那位 被鱷魚攻擊的人 很有可能他就是湖上的居民 又有些人選擇坐在自己的小船上 男人捕魚、女人編織 然後小孩就在船上出生 在船上 船上出生 斷奶後 就吃湖裡抓來的魚 他們會將小孩的腳踝用長度足以爬到 船或小屋邊緣的繩子綁住 然後放在小孩自己活動 這樣的生活型態一直到現在 都還能在當地看得到 這樣感覺我隨便搶人家的船 就有過壞了 全家財產都被我搶走了 以後還是得自重才行啊 那我們馬瑞提斯湖 就差不多介紹到這邊 遠征筆記第一天 我們終於設立了一個營地 我們有足夠的食物與資源 可以用上好幾天 明天我們就會開始探索遺跡 這古老的神殿肯定 有尚未被探索過的地方 稍早我在爐尾間聽到一些騷動 培妮今天說 今天說這沒什麼 我希望他是正確的 然後第二天就沒有人後了 跟你們的裝備什麼的 我就要先收下啦 再來 這裡有 看起來好像什麼儀式一樣 命案現場 某種獻祭儀式嗎 我為女神發聲而女神通過我說話 她坐在我的手頭之上 我的真摯就是她的真摯 她的面容是蝎子 蛇蜘蛛 而我承受她的記號 我承襲她的名字 因我的名字是 毀暗又生鏽的事物 我將使她榮耀 並希望她會 為我展現神秘之物 我為女神發聲 而你為我說話 她對賽爾凱特的祈禱 這 這還有梅特 到底在幹嘛啊 有一隻斷腳耶 感覺就是殺人獻祭啊 但是為什麼呢 要把屍體放在這還是說 他們儀式失敗了 所以屍體 掉在這裡了 沒有辦法辨識啊 然後 那後來我現在是沒有辦法 就馬上 馬上把它解開了 呃 這樣子的話 這座島好像就是這樣子啦 就這個一滴了 喔 附近有一艘 船 好我們把他攻下來 這也是目標啊 來馬瑞迪斯福的船 來吧我怎麼辦 獅子 獅子戰略之前很有效的 欸我都不小心跳下來 糟糕糟糕 上岸 我倒極會上岸 呃上船 我在這船後面是很安全的 我們一定有 幾次人打船的經驗 啊不是 不是啊 糟糕 我倒極會上岸 快有 快有 改善掠石船攻擊啊 掠石船就是我放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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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你 你 你 我扣血了 你已經打破了 哇後面有一艘小船 現在怎麼辦 不要捨重 不要捨重 拜託 看我船部也等於是沒有辦法躲啦 而且獅子好像快打輸了欸 已經死掉一頭了 還有一頭我把它放出來 我覺得不太妙了 這個隊長可能有點強 我覺得我要搬獅子 看他們來對付獅子的時候 偏減少人數 減少人數 減少人數 啊隊長來了 啊隊長來了 逃逃逃逃逃逃 糟糕沒有跳到 快快快 躲躲躲躲 保險 他們是在後射嗎 他們 希望他們追不上 還有他們 船上的走過來了 太怕了 啊 沒事沒事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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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圖 看到齁 쿠 bipolar 這才是鱷魚的橋穴 看到這隻超級超級肥的鱷魚 好大喔 被屍體擋喝了 沒了 換一半件事 已經差不多亮了 搜不到 好大喔 居然落跑了 鱷魚補給指令 這個裝備與商品箱給在尼羅河沿岸的 木特諾菲特與他的捕魚團隊 看到外隻距離鱷魚橋穴很近 記得在運送時 小心別讓鱷魚傷到這些資源 沒辦法 已經整個被吃掉了 那 那 我們接下來 城鎮裡 找我的人 欸欸 看到你這鱷魚嗎 我來了 我來了 處理掉你 快快逃了 危害到一半人了 這樣不行喔 我 你這樣負責 怎麼了 啊 丈夫 去了 她丈夫是魚米 還有什麼的嗎 我去幫你找她回來 那 前山正會 欸這個 這次要船借我一下 我會還你啦 我會還你啦 不要擔心 喔 附近有三隻二魚 我練鱷魚的經驗很豐富啦 我練鱷魚的經驗很豐富啦 鱷魚怎麼得不可怕 他是不是外地來的嗎 好兇 怕船被他拆了 怕船被他拆了 他車被打應該很安全 哈哈 一隻啦 誒 這隻最兇的那隻 唉唷唉唷 你上不奶了 放棄嗎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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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待人到時候自己沒罪 蛤 你不知道你有老婆啊 你老婆還真可憐啊 居然被自己的老公忘了 就算是喝酒之後忘了 我覺得也不ok 你要不要上船 看老迪歐斯 你要不要上船 你的名字好長喔 回上來 回上來了 你不記得了 喔 我覺得他是觀光客 那怎麼會結婚呢 真當立人 當然不會 你爸也可以太偏了了吧 是的 是的 你的老婆 你的老婆 你可以自認我 你的老婆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每個女生 我曾經試過 拜託 閉嘴 在這裡 我凍苏 你不來 這裡 我決定了 你 我懸命 她 你不行 我會覺得她 是誰 我贏了 你 我贏了 我和我母親 就是你的老婆 來兩個人 啊我就這樣子 這樣子砍沒有問題嗎 他是希臘人 他就是埃及人跟希臘人的 我就是要砍死人家 你應該要幫我 不是他 好像有點怪 好像就這樣把人家砍死 那我們 這集就差不多 到這吧 這集會被搶走 這集會被搶走 他怎麼好像 沒有很 有一種 不要陪他胡鬧的感覺 好吧 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再幫他找完書 再結束好了 爸 這個書已經掉了 這裡這個死者之書 是古安吉時代用來陪葬的書 它像是冥界的攻略本一樣 跟死者一起下葬 讓死者知道如何通過 冥界的重重關卡 並且獲得永神 最早是由祭司 跨在墓室的墻上或棺木上 到了西元前 1549年到1069年的新王國時期 開始有了紙本 接著在第三中間期慢慢普及 習慣一直持續到西元前一世紀 羅馬帝國入侵後中斷 這樣其實就還蠻能夠理解 為什麼女兒對於他爸 要找死者之書 並不是這麼的在意 因為對當時的現代人來說 放死者之書陪葬 是一個過時的行為了 所以就當活動老爸而已 死者之書並沒有統一到一個版本 而是每個人會請祭司為自己量身另做 適合自己的死者之書 那也會有相同的內容 通常會寫一些神的名號特徵 保護自己身體跟靈魂的方式 面對關卡該使用的咒語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秤心臟的那一關了 當王者的靈魂被帶往 名神奧塞里斯到審判大廳 王者的心臟會被放在天秤上 和麥特女神的羽毛比重量 如果心臟較輕或兩個人差不多 兩個人就一樣重 那王者的靈魂就會獲得永生 而且如果心臟比羽毛還重得多 王者的心臟就會被一旁等候的阿米特吃掉 再也沒有機會獲得永生了 來進入審判大廳前 王者的靈魂必須要先 準確地叫出眾神的名字 並且檢查著有沒有遵守 有42條麥特制定的法規 我們現在就來一起看看 埃及人需要遵守哪些 1.我沒有犯罪 2.我沒有使用暴力或搶劫 3.我沒有偷欠 4.我沒有摔過男人或女人 5.我沒有偷過食物 6.我沒有騙取捐助 7.我沒有偷過眾神的罪物 8.我沒有說謊 9.我沒有帶走食物 10.我沒有詛咒罵過 這個好像蠻難的 11.我沒有不聽從真理 12.我沒有犯過通姦罪 13.我沒有讓任何人哭泣 這個也很難 14.我從來會莫名感到悲傷 15.我沒有羞辱過任何人 16.我不是投機者 17.我沒有偷走任何人的土地 18.我不是竊贏者 19.我沒有誣陷過任何人 20.我未曾 19.毫無緣由的生氣 21.我沒有引誘任何人的妻子 22.我沒有弄髒自己 23.我沒有恐嚇任何人 24.我沒有違反法律 25.我未曾暴怒 26.我未曾詛咒眾神 27.我未曾有過暴力行為 28.我未曾做過破壞和平的舉動 29.我未曾不經思考而倡促行事 30.我未曾欲舉 31.我未曾誇大其詞 32.我未曾做過邪惡的事 33.我未曾有過邪惡的想法 3.你連想法都不行 34.我未曾誇大其詞 36.我未曾有過憤怒或傲慢之語 34.我未曾感受過憤怒或傲慢之語 36.我未曾在思想 屬於眾神的東西 這個好像也講過了 39 我未曾偷走屬於王者的物品或不尊重王者 40 我未曾與孩童爭食 41 我未曾有傲慢之舉 42 我未曾毀壞屬於眾神的資產 範圍還蠻廣的啊這些啊 真的假的我才去 就這麼沒多遠耶 好 我把書給你 那我們今天的最後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按個讚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和直播喔 還有FB的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